哈喽大家好 我是音音超级Can 我现在身处在绵阳 这个摄影室 最终就是用了这个Stark的H5 做了前三 H3做了这个环瑶 还有上面这个AO65 做了这个顶上的四个天空声道 第一号蛮有意思的 这个刚开始只配了一个 后面发现原来一个低音炮 是满足不了这个是音室的需求的 再配了两个炮 那后面会有一个更深入的据说 供放呢就用了我们Stark的A8 AD8的一个后级 那前级是来自于风暴的MKR 构成了这个7.3.4的一个系统 刚刚通过出去测试 我们就发现这个低音炮 它是启动了这个EQ功能 跑过这个自动EQ了 因为风暴自带这个更强大的EQ功能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低音炮 它的EQ功能把它关掉 这样我们就关掉了 就不要说炮跑一次 风暴又跑一次 这RCEQ是没有必要的 这么满的原因 我们要看看我们有两个乘客 大客的三五的低音炮 那为什么会有两个三五呢 我们上车再来聊这个问题吧 好了上车了 我们接着继续聊 先看看两个大客的三三五 是绑安全带的哈 得要先感谢我们姚总是吧 用他的爱车 把我们做这个苦力活 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功率不够了 单炮的情况下 你既想要好的平力曲线 让它很均衡的回放 又能和整个系统很好的融合 单炮是不行了 因此必须要加多炮 好有漂亮红色的 两个都是红色的 好 这个开箱完毕 这个把这边 哎 再来 我下去发现 沙伯是我一个人包 哇 那完成两个新低音炮的加入 我们要把这个系统 把它 可以看到哈 我们现在有三个低音炮 这个核心是16升到的 实际上呢 你是有很多种玩法的 如果我想把这个地面 变成13个 13个 我把地面变成13个 这种布局也是可以的 13.1 所以是很灵活多变的 那我们还是先在 回到 已有的这个 7.3 然后我们下一步 这个next这里 然后因为现在没有增高 没有布置 我们再往下 我们去做 这个 四个 因为顶上线只有四个天空 我们就做四个 就完成了这个 7.3.4 我们看到这个是 RD的布局 我们再看一个3D的布局 你可以看到 这么一个形式了 好 我们就完成这个布局了 OK 完成 这一项没像头一项 是很从容的 对 很舒服的这个动态 对 不是一味的 这个靠大声的 那几拳进来 你看了这个力度 对啊 是有力度的 有层次的 就有那种案例的 不是干净的 有高级系统 就是可以表现出这种低频 而且你发现没有 现在的高频比前天 那那一停 没那么照 就是低频 够了以后 中高频衔接 它自然而然就顺 你听起来 连中高音都变得顺很多的 就是 没那么坚弱 没错 这个就是人耳的 这个听音的一个感觉 你如果不线性的 你听起来就某个频段 它会有突兀 如果你 频段丰满了 整个就顺很多的 它有一段 就是频段之间 你知道 缘接得很好 没错 我记得让你听到 中高频面 在那种层次感 对 那很简单的 你比如你 HIFI系统 你就把 你拿几个大枕头 你就放在那个低喇叭 单元前面 你把它压住 你同样的声压 你再去听 你发现那个中高音 它一下子 它就不耐听了 这就这么简单 它是筋痕性 这个高音是很有高级感的 很舒服 就像那种HIFI的感觉一样 就跟你外面听的是吧 这种HIFI系统 这声音是一样的 是很有质感的 不是因为靠大声的 对吧 有的能量 你规定能够 有的能量规定好听 是的 就是高级系统 我们所说 它听起来是慢的 是阴阳顿挫的 你看 昨天我们听那套系统 很急速的 这套是让你慢下来的 我自己听下来 越是高级的系统 越是让你感觉它慢 但是它这么慢呢 它又不是真的是慢 就像那种超豪华车 400万的 因为 它加速的时候 其实很快的 但是它给你感觉 就坦克一样 就很稳的 很稳的 对 因为就去了 速度就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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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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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这个虎士坦克出来 我头发不要说少裤脚 头发都已经有点感觉了 证明这个低皮是360度的 这个就是虎士坦克的颜色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 对的 极力明天出来了嘛 是吧 完全能下潜到这个20赫兹 哦 太爽了 选择这个影音器材 哦 这种器材又比较多 那怎么来选择呢 嗯 那只要去多听 嗯 我反复去听 哈哈 听了之后等下呢 听了不下 肯定不下十套器材 哦 这不下器材 大大小小的展会都去听 嗯 但最后我觉得你们家这个 是最我最喜欢的声音 哎呀 特别是听到人声部分啊 哦 这些东西 感觉到那种舒服 能触动你的感情啊 我觉得等于说你听这种歌曲也好 这些柔软的片段以后 才能触动你的感情 嗯 爆棚的时候呢 嗯 那种力度啊 嗯 哦 硬到啊 层次感就来了 哎 对 就感觉到这种 这才是你想要的的 哎 该温柔的就温柔了 嗯 该猛的就猛起来了 哎呀 真的是 太欣赏这个器材了 对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好的系统 它应该是 呃 能文能物 对 对 那我们这个事情实际上是 调了 两次 应该这么说 加了这两个炮以后 嗯 你听起来感觉怎么样 哎呀 明显感觉完全不一样 原先我认为我这个房间 一个炮应该够了 凭着这个 大家介绍啊 凭在网络上看 但是等于说发觉不够 说句实话 李总你真正说 非常用心 那天我们调那么长时间 哎呀 以你这么多年的经验 反复调调 反复调 就是炮显的一个 傻了 单薄了 将就了这就将就不能当 是的 哦 今天这次你看 也辛苦你 专门到成都去给我调两个炮过来 这两个炮一调过来之后 明显感觉到完全不一样了 是的 哦 整个这炮这个氛围就感觉真的起来了 是的 不当是有声音 嗯 力度 厚度 嗯 全部都来了 是的 这正是我想要的这种效果 对的 所以我们当时第一次调上以后 就感觉中高频很好 对 已经OK的 对对对 就是低频 插一口气 哦 对对对 对吧 就是 所以把再加两个炮在后面 前后三个炮组合起来 哎 就像打地址一样 对对对 这个这个楼现在就很稳了 对对对 就是哦 就感觉特别特别舒服了 嗯 哦 就是 所以我刚才看了那么多片段 真是 我还想多看片段 哈哈 没问题 这个弄好以后 你就可以愉快地在这边去看点 看喜欢的电影了 这样真的是 我这哎 我们这么几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也借助李总的这个力量 哦 也在这个品牌 确确实实 让我真正感受到这种魅力 哦 感谢 我也高兴哈 这次来到这边 因为对我来说 这不是工作 帮你实现愿望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也蛮享受 就像一个作品一样 去到每个地方 通过调试最终 哎 得到当初设计 预想要达到的这个效果 哎 出来后 其实我也是和你一样这么愉快 说这点 真的李总还是非常感谢你 是哦 从深圳这么远的地方来 专门为我这套系统 哎呀 这么用心的搞了 这是两三天啊 真的是感谢你 这个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口罩的问题哈 这个过了好久 不然其实应该都要提前好 都过来了 好事多猛 对了 哦 真的达到比我预想效果都还好 感谢你 李总 好 那就好了 好的 那就 好了 我们本期的就到此结束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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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